咱们从学校来到工作 这个你是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造价专业 对 干的也都是跟工程项目管理和房地产行业有关的 对 你第一份工作单位是一家工程项目管理公司 对吗 对 做招投标 对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工作当中印象特别深的事 20年的4月份吧 公司有些人员变动 然后把我调到了项目管理这岗位上 第一次去工地嘛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称呼 我记得是有一个监理四星 当时就喊孙监理 孙监理 他就说你是新来的小菜鸡吗 怎么这么喊我 然后后来才知道应该叫松宫 这个宫那个宫 你评价自己的这个人 你说很谨慎是吧 对 但是你为什么在工地上那段时间 特别爱跑过去看师傅扎钢筋立庄啊 就是感觉自己就是属于这个建筑土建 土建这个行业当中 就是能尽量有机会可以多学 肯定要多学一点 没事吸着多好吹着空调 这不是有机会吗 问问他们为什么要弄这个 弄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问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光复自己吧 后来在工作当中能够用得上吗 叔叔如果一直从事行业 肯定会用得着的